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发生在林口长庚 下方更留下了不负责评论 说是代转讯息请自行查证 网友疯传 说林口长庚疑似有两病例 目前实施管制 进出都得戴口罩 还附上这段录音档 他们已经在实施管制了 因为今天的两例疑似病例都送到林口 每一个人都要戴口罩 没带他不让你进去 病人进去就出不来 但录音内容立刻被刑事局追查到 分别是核心男子和高性女子 在脸书张贴不实讯息 网路上人心惶惶 这两名网友分别表示 是基于好心提醒社会大众 才会来张贴散布 除了脸书通讯软体内 讯息转传也超快速 台中嘉义 云林 宜兰 大台北地区 都有人说医院有确诊病例 但通通是假消息 刑事局23号开始连查8天 12件盗案破获5件 武汉肺炎 全球蔓延 台湾个案也不少 但切记误转传假消息 保卫家园不引起恐慌 人人有责 再次顾元聪 陈琦台北采访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